MV影響 大家好 我是Cindy 鞭細麟 今天來拍攝我的第二支MV That's alright 因為每一個感情階段不是在一起 那就是分手 那當然希望我們可以找到對的對象 然後就可以甜甜蜜蜜地走 Forever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咬 都會有事懷的時候 所以這首歌 That's alright 就是希望可以帶給大家力量 就是不管你在生活中或是感情中 不管走到哪個階段 你可以有機會也有這個衝動 也有這個力量 不管走到哪個階段都有這個力量 可以往下抖走下去 走出來釋懷一切 再找新的未來 新的對象 更適合你的人 That's alright 今天很開心請到我的好朋友 Steven 孫晴君跟我一起來演 那因為之前有一起合作過 所以我知道他是個很會演的人 然後演得很真肯 他是真的有用心在演戲 其實我們在演的時候 我們沒有劇本 然後都在我們知名導演 不要假的腦袋中 然後我們只是知道 大概的方向是什麼 但是到了現場 我覺得可能是默契 或者那個感情朋友都非常好 就是表演一直幫我們加戲 然後我們就是越演得越真實 因為其實整首歌的氛圍 就是蠻都市的 都市女孩的生活 然後就是生活中 會發生很多真實畫面 然後就是非常的自然 所以我跟Steven的一些互動 跟我們在演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根本沒有在演 不管今天是在演甜蜜的 或者是在演就是在吵架的 哭泣的 其實都是那個情緒就來了 我們都沒有在 沒有RE 沒有拍 但我覺得這個感覺是沒有辦法再重來 沒有第二遍 好 看對方 女孩是妝女生擦眼淚 她哭了 都哭了 你知道這次我們拍的也算是一種 蠻激烈的戲 真的耶 對啊 而且 因為我要撕 為什麼撕掉 把感情都撕掉了 真的 然後說這一次MV 就是知道說 可能男生跟女生的一些互動 跟情緒要比較重要 然後就想說 因為真的覺得 齊君她挺有才 然後真的很討厭 其實她演得很誠懇很真 她是用心在演戲 所以我覺得這已經是一個非常難得 然後我覺得她這樣子帶戲 然後我會覺得很投入 所以很開心 覺得她特別的工作 對啊 妳剛才哭得好傷心喔 Yuk 妳哭得好傷心 我就 心疼的 然後本來還在後面想說 哇 好棒 好會演喔 然後導演說Sandy過來 我說 蛤 那我囉 我就衝過來 導演是想說你比較甜蜜開心 對 然後突然說其實妳在那邊哭 我覺得導演是 導演是故意誤導我們 對 她誤導我們 原本可能就只是比較誤主 然後優異 其實劇本我們兩個沒有看過 那之前是我們兩個在戲啊 你知道嗎 然後也自己在講 然後她就突然間 本來就不再有這種戲 今天 我完全沒有 我在想最多可能就吵架啦 我覺得其實跟她演戲就是那個 那個感覺 其實很舒服 對 有默契就很好 就一次OK One Take 那像That's All Right 第二首歌 還有我的第一首歌 你想娶我嗎 其實兩首歌我覺得是有連貫性的 就是現在我的這個階段 或者妳的這個階段 不管妳現在是想要往婚姻那邊走 或者說可能覺得不適合要找新的對象 都可以 就是我覺得現在就是妳做什麼決定 都是對的 是對妳自己也是最好的 對我們是最好的 所以要相信自己 因為我們可能經歷了很多事情了 我們是有經驗的 是有智慧的 是最好的時候來做最好的決定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個很特別的一個過程 然後我覺得可以在這陣子裡面呈現給大家看 我覺得很感動